然後這個首頁 然後進來首頁裡面的話會分三個頁面 三個頁面裡面的話當然 第二個頁面相機種類會有三種 有四種相機 所以變成一層一層 當然將來 如果你要做得更細的話 其實裡面 一樣也可以在做很多層 這個其實也可以在做很多層 那每一個下面的基本上還是可以在分層 所以可以一個APP呢 你可以做非常多的內容在裡面 那看起來實際上是APP啦 不過基本上 其實跟網站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說他把那個網頁的話 把那個畫面給縮小 並且 比較適合在手機上顯示 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構 那首先我們該做什麼 也許第一個呢 我們 第一個畫面也許就是先做出類似像這樣的畫面好了 也許跟類似之前差不多的 也許第一個呢 我們的home 首頁名稱叫 Camera People 這一題的名稱就是 Camera People 然後呢 也許我們在中間做一個List View 這個前面有做過嘛 這個List View裡面呢 大概就是會有 有四個連結 這四個連結呢 分別就連結 這個一定就連結到 Page 1 這個連結 Page 2 Page 3 那這個是連結 連結到Email 就是你自己的Email 裡面有信箱 那底下會有個Net Bar 也是四個 OK 這個應該 我想 各位應該還算熟悉吧 這前面都有做過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呢 假設我要先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List View 那總共會有四個嘛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以上 把你的那個index 這部分打開來 上面呢 先找到你的home的位置 home一定是第一個 那上面的話呢 在你的那個標題上面 改成 Camera People 那我們再來就是 先看一下那個內容 那內容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長得像這樣子 有四個東西 那這個四個東西 這個內容部分怎麼做 首先的話你把這個內容 把它改 改成什麼 改成四個 四個 四個這個項目 包含就是 攝影名 攝影名詞 相機種類 相片欣賞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叫 意見回復吧 所以你就把 這個第四個加上去 把這個 部分的加上去之後呢 把這四個 複製一下 那你直接在 JuneWeb上面打 OK啦 或者是說你打完之後 我希望是在 記事本裡面打完 然後把它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的話呢 做一件事 當然List View怎麼做呢 第一個 先把你的項目 填上去 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這四個 怎麼樣 改為項目 清單 應該這個 還有影響吧 這四個 特別注意喔 這個項目清單加上去之後 特別注意要換 是一個P 不是BR 不是換行 所以你把它 這個 項目清單加上去之後 應該要四個點 如果你是什麼 像之前我們出現的是 只有一個點 然後底下沒有的話 你把它Delete Delete掉有沒有 重新再 Delete掉 Enter它就會多了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先把它變成什麼 所謂的 這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 那個 項目清單 那項目清單 其實主要可以看到這邊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UL 有沒有 項目 指的是項目清單的開始 裡面的項目叫LI 那它一定會有個頭一個尾 尾巴一定是斜線開頭 OK 那這個LI後面一定會有斜線 表示這個是一組 總共會有四個 OK 那怎麼樣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List of View呢 那應該還有印象吧 選取狀態的時候怎麼樣 把它切到 右邊 標籤 本來是 這個 CS的樣式 改成那個什麼 標籤檢視器 請你找到 標籤檢視器裡面 原來是這樣的 找到標籤檢視器裡面 JQuery Mobile 展開之後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它的角色 Data Raw 應該還有印象吧 改成什麼 改成List of View OK 那 改完之後 一定會有個地方改變 哪裡呢 這邊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動 其實你 做了這件事 它其實就是變更哪裡 幫你加這一行 加這一個標籤上去 然後 那或者你將來 你做熟了之後 你想說 我不要從這邊 我自己打上去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如果說像 有些人已經做熟了 或者在 書裡面 有些書裡面講 他就是直接 這樣打 自己打上去 Data 你就打一個Data 其實它會自動 Data Roll 或者你直接 空格 Data 它這個時候 Data 你會出現點兩下 它會出現什麼 R 這邊也會自動幫你提示 你可以不用記得 沒關係 等於什麼呢 這邊也會列出 List of View 這樣也可以 哪一個比較方便 你就記得哪一個就可以了 那我是覺得 從這邊選會比較快一些些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在 即時 這邊有個切換到即時 它就會出現類似像這樣子 可是這個好像跟剛剛看到的 又有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有沒有發現 旁邊這邊有個箭頭 有沒有 為什麼 我們剛剛沒有箭頭呢 因為 我們還沒做超連結 其實如果你做了超連結之後 這個地方箭頭就出來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外面的圓角 應該還記得吧 有沒有 有一個屬性 叫什麼 Data 這個切過切回來 把這個範圍再選起來 裡面有一個什麼 Data Insert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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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標籤 I開頭的 所以你往下找 I開頭 Insert 把它改為True 那你再把它即時一下 它變圓角了 那如果說你要有那個超連結 很簡單 這邊連結記得打一個頸 什麼呢 Page 1 那其他一之類推 我其實我就做一個 Page1 這個的話呢 Page2 Enter一下 這個Page3 那這個的話 因為我要連結到什麼 連結到自己的Email 所以特別注意 連結的部分 請你自己打一下 這個要打一個 Mail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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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你的自己的信箱打上去 類似像這樣 Enter一下 那將來它就會 連結的時候 會自動跳出它的Email 的那個連結 OK 好 那這個地方即時一下 OK看到的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第一個部分 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ListView 部分先完成 那所以剛剛我們就 這個App的名稱叫 Kmart People 那裡面的話有個ListView 那待會再來看什麼 NetBar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